不斷传出尖叫 这是告别室现场 却有一群黑衣人士在拉扯扭打 一群人围着一名穿着蓝色裤子的男子 连连出拳殴打 还有人出脚猛脆 事发在桃园市中立殡葬园区 当时正在举办一名游信水电工的告别室 这名游信水电工 是因为到一名远方亲戚家 协助修缮屋顶漏水时 不慎从三楼坠落身亡 意思是这名远方亲戚来到告别室现场致议时 家属认为他理数不足 因此要求下跪 但这名远方亲戚不愿意 双方因此发生冲突 最后演变成十多个人全五行 警方出动快达部队到场制止 带回无信男子等六人真伴 我要求道歉的字 如果听到下跪两个字 到后面的时候就说不要不要不要 斗窝场面实在太混乱 造成游家亲友一人受伤 动手的无信远方亲戚也挂彩 而他的朋友也受到轻伤 警方讯后依据中动欧伤害最嫌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无信亲戚公称 对于游信水电弓意外身亡 他也感到很遗憾 内心同样非常难过 但被逼迫下跪 还非得承认是他害死游信水电弓 实在令他难以接受 当下一言不合 他也是被迫自卫而动手 但现场太混乱了 很快失控 游信水电弓和无信亲戚 两人都在观音区租屋 因为住得近 水电弓出于热心协助修缮 没想到发生意外身亡 亲属难言哀痛 只是谁也没想到 告别世上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动手的全都进了警局 同时新闻三花名 陈正龙徐玉成同时报导 餐厅里两方人马火气非常大 先是不断向对方叫嚣 接着开始出拳攻击 甚至把桌椅通通拿起来砸 双方人马把餐厅当成全武行 餐盘碗筷全部拿起来丢职 弄得店里一团乱 吓得用餐民众赶紧逃离 并报警处理 上车过来啊 警方到场后 动手男子上警车前 还不断呛霞 场面依旧火爆 但事实上双方冲突 只因喝醉酒 整件事情就发生在27号凌晨3点多 当时由中性男子 以及游戏男子来到复兴南路 这家小李子轻收小菜来用餐 不过两人当时 因为疑似喝醉酒 导致在放餐盘的时候 有菜汁喷洒到隔壁桌的 两名外国男子 导致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同行友人怎么勸都没用 直到有人受伤倒地才停了下来 但这家小李子轻桌小菜餐厅 非常有名 有很多外国观光客慕名而来 台湾传统美食番茄炒蛋糖 酱醋炒猪肉统统都有 神医时代客人依旧非常多 但如今发生打架事件 更造成店家损失惨重 10号3名华裔美籍留学生 和两名台湾人相互提高伤害 只不过因一时冲动就大打出手 现在不仅受伤 还得禁法庭 简直得不偿失 东西新闻黄尘景 林州在台北报导 为了六台警车 超夸张 一群住户原本装在7楼 结果三名男子突然打起来 吓得大家通通退出来 为了六台警车 会议瞬间被中断 双方还持续互呛 这时候警方也获报到场 有人报案打群架 警方到了现场发现 全都是大楼住户 其中两个人针对主委狂呛瞎 警方也大阵仗到场 吸引其他路人围观 就是有吵架的事情 然后过一多久就开始有一些 砸东西啊 我是有看到有人试图拿板凳要砸对方 然后有被旁边的人制止 事发在11号晚间8点多 台中市西区 堵秦路上一栋社区大楼 原本是一群住户 在门口开区全会 结果在抽停车位时 因为登记抽签排序的问题 有住户跟赖姓主委吵起来 主委气得翻桌 导致桌角砸到蔡姓女子 他的现身跟儿子也气得 动手殴打主委 双方一阵猛哦 然后因为车位的问题 有一个人就是他有那边的车位 但是他不是住那边 然后就是引起住在那边的那个住户 也不满 最后连警方到场 双方还持续互呛 本来达到连板凳都要拿来当武器 后来通通被拉开 还好没有受伤情形 不过这一闹 吓坏其他住户 也引发附近坦伤注意 屈权会闹到打架冲突 后来动手的包含赖姓主委 蔡女丈夫跟儿子都提出伤害购诉 而警方也将人统统带回派出所征讯 依法喊送证办 东学马瑞顺林天静 蔡莲和陈太佑在台中常报道 这是在昨天晚间11点多 桃园的龟山区文青二路 就发生了杂车斗殴事件 双方是因为财务纠纷 相约谈判 结果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结果其中的一方人马 透过这监视器你看到 他就把两辆车团团包围 还不断地拿棍棒敲打车窗 而警方货报到场的时候 两辆车已经被砸毁了 还有两个人被受伤送医 不过四个小时之内就逮到涉案 全部16个人都被依送法办 几名男子蜂拥而上拿起棍棒 二话不说就朝黑色汽车猛砸 一边敲打一边飙骂火气相当大 你看黑色汽车驾驶不断来回移动车辆 想要脱困 几名男子围在一旁轮流上前敲打 来看另一个角落 此时也有一名男子手拿棍棒 要阻止白色汽车离开 敲了好几下 白色汽车继续催油门 冲撞前方汽车 就在这时白色汽车倒车后往前一撞 成功突围 黑色汽车驾驶立刻踩油门跟上去 只是第一次角度没抓好 撞上停在前方的汽车 倒车再来一遍 成功逃脱 杂水行人看到两台车都跑掉 赶紧上车追上去 我当天就是11点多 然后就听到 就是有很大的一声 碰的一声 然后开始有人在叫嚣 然后我去打开阳台看 然后就看到一群人在 那个敲打一台车 蛮恐怖的 因为我们社区其实蛮安静的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 只是到底发生什么事 气得拿棍棒杂车 所以就好晚间 双方为了财务纠纷相约谈判 没想到一言不合 就在桃源贵山区 文青乐路爆发杂车肢体冲突 警方后报来到现场 现场只剩下被砸毁的两部汽车 两人受伤送医 经过四小时这一期 警方逮到砸车16人 依据众兜殴 毁损伤害罪 移送罚办 只是双方相约谈判 却爆发冲突 深夜召骚又砸车 也让附近民众吓坏 东南新闻黄启动 讨论报道 只要捐钱给宗教团体 就能够延年益寿吗 真的有人是这样相信 但是却也因此延误了病情 而丢了性命 这是新北市有一名妇人 她罹患了乳癌 已经离世 而她的丈夫控诉说 她的妻子病情就是被耽误的 因为妻子所信仰的灵社 不但长期卖给她不明的亚物 甚至丈夫怀疑 很可能就是假药 而且还在她的妻子 确诊癌症之后 就告诉她说 你只要捐款440万 就可以多活10年 所以她的妻子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就去贷款房产 但是两个月后病情延误就离世了 她的丈夫也因此提告灵社诈欺 而对此灵社是不回应 不过卫生局已经说了 如果不是药物 却声称有医疗效能的话 最高是可以罚到250万 同时也会针对灵社还有中药行 持续稽查 解法42年的妻子 离患乳癌离世 丈夫指控妻子信仰的灵社协会 不只借机在生前贩卖不明药品 还说捐款可以延售 涉嫌骗走440万 今年2月妻子得知 罹患乳癌 家属亮出证据 没多久灵社就提出方案 说多活5年要500万 活3年要300万 妻子申信贷款 家中唯一房产440万 灵社师姐也陪同到银行领钱 甚至两人套好话 是为了买房子领款 但捐款两个月后 妻子却不敌病魔 一切让丈夫觉得不单纯 妻子在亲友